在杨家一代代领袖的带领下 波州逐步走向繁荣 似乎在波州这块土地上 杨氏一族可以永远地传承下去 但是一个人的出现 彻底改写了杨家的命运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决定了杨氏一族数百年基业的命运 在这场激烈的矛盾之中 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铁血星王路第五集正在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今天的尊义西北约三十公里处 有一座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山 当地人称之为龙岩山 很久以前龙岩山上曾经矗立着一座城堡 它叫海龙屯 但如今只剩下一片绵延十余里的城堡遗址 明万历十八年六月 京城主管刑狱案件的大理寺 接到了一份由贵州转来的状子 状子控告波州领主杨应龙 领虐领民 并且杀妻弑母 大逆不道 控告人正是波州的一群中小吐司 吐司是元朝时 为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官职 明朝依然沿用了元朝的吐司制度 中小吐司所高的杨应龙 是波州杨氏一族第二十九代家主 同时也是波州领主兼明朝的都指挥士 明代都指挥士掌管地方军政大权 也就是说杨应龙不但是波州的领主 同时也是朝廷的封疆大吏 那么告状的这些中小吐司 又是什么人呢 明朝时对少数民族区域无论大小一律称为司 波州领主共管辖波州 珍州 荣州 荣山 黄平 草堂 于庆 白泥 崇安八个司 其中除波州 珍州 由杨氏一族直接管辖 其余武司由七个姓氏分管 合称武司七姓 告状的正是这武司七姓 但他们为何要忠告自己的顶头上司呢 在今天的尊义市洪花港区深西镇 有一座大型南宋合葬墓 这是杨氏一族第十三任领主杨灿夫妇合葬墓 1953年由贵州省博物馆在考古调查中发现 杨氏家族记载 杨氏如波十三代 自燦始大 就是说从杨燦开始 波州杨氏 是你才真正得到了国藏 杨燦对治下百姓的致力 遵义辅至中有这样的记载 姓孝友 安简 俗智正宽简 民便智 换句话说 这是一位对此民十分宽容的领主 杨灿晚年 以儒家道德思想为准绳 为后世子孙留下家训十条 进尘节 龙孝道 守祈求 宝疆土 从简约 便奸贤 物评术 功耗物 去奢华 谨刑罚 这十条家训 被后人评为 有功名教 福以子孙的垂世范眼 正是在这十条家训的指导下 杨家后世子孙对外浴血疆叉 对内治症宽简 平文统治了三百余年 但到了公元1571年 第29任家主杨应龙继承家业以后 事情发生了改变 杨应龙为人刚愎自用 动辄杀戮领民 并巧取豪夺中小土司的财物 连五四七姓也不放过 在宴会上随意处置下属呢 已属常见 无疑这极大的加深了 杨应龙与五四七姓之间的矛盾 而激化矛盾的导火索 还是杨应龙杀妻已逝 杨应龙共有五房七妻 原配叫张春花 是五四七姓中张姓的族人 张春花的叔叔是四川永州之县张之兆 他本人也是有品级的告命夫人 并在力部登记 但杨应龙最宠爱的却是田慈凤 田慈凤凭姿色 得到了杨应龙的欢心 但田慈凤为人善度 心性刻薄 为夺取第一夫人的位置 屡次诬告大夫人张春花不真 终于杨应龙在一次九岁后 下令将结发妻子张春花和岳母 以及侍女全部杀死 给我斩了 在封建社会 杀岳母乃是大逆不道 至于张春花的告命身份 更是朝廷亲风 杀告命无异于藐视君王 罪行更大 历史上万力性格强硬固执 并不是个宽容的皇帝 他与群臣为争执立太子的国本问题 竟能三十年不理朝政 但这次对于杨应龙的罪行 却超常的宽容 是个少有的例外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朝廷需要杨应龙 振服西部叛乱 关于杨应龙印调平叛 在尊义法治中有详尽的记载 万历十三年 四川穹部及雷波土部进攻成都 杨应龙奉调 带领波州兵远征松攀 此年十二月 貌似归下天星屯 见大公于朝廷 万历十六年正月 穷部叛军 兵分两路突袭官军注定 大乱中 波州统帅杨应龙 一马当先率军冲杀 最终杀退敌军 一次次奉调出征 及邪赫的战功 使得杨应龙屡受朝廷封伤 考虑过往的功绩 万历希望对杨应龙 网开一面 但这只是一部分原因 另一个原因则是 波州的实力太强大了 那么他东边到了镇远 南边到了丹寨 阳河这一带 西边是超过了金沙 北边就是跟岐江 南川和河川这一带结界 因此南北大概有两千里 就有八万平方公里 人口也是比前代大增 杨家到了杨永的时候 已经是登峰造极了 他的军队现在按照拼搏权书 和朝廷作战之类 说的是十六万 他的人口没有具体统计 应当这样推算 军队十六万 那么应当说 他的人口 我个人估计可能在百万左右 面对这样强大的地方势力 万历皇帝自然不能轻易制裁 思索再三 五四七姓高欲壮这件事 被压了下来 朝廷只是派人训事杨永龙 让他收敛做事 五四七姓高欲壮事件 过去两年后 万历皇帝突然破例 在内庭主持了一场朝堂大辩论 贵州巡抚叶梦雄 巡案陈孝 上书弹劾波州领主杨应龙 说他为非作歹 并列举杨应龙二十四条大罪 立主堪论 而以四川巡抚李化龙为首的四川官员 却集体反对贵州官员 并为杨应龙积极辩护 一时间川贵两省的封疆大吏 在万历皇帝面前吵成一团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明永乐年间 元四周 四南两地合并为贵州 但当时的贵州 只有今天贵州的一半大小 那时的贵州 是相当于今天贵州的中部一带 北部就是属于四川管辖的波州宣卫斯 他的政府官员的俸禄 他的军事上的军粮马蹄 他的国家的邮政系统的所谓的宜战 所有这些军饷费用 都要从临审调剂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从四川 从现在的尊义就是当时的泊州要给他 这就是朝廷对贵州实行的协计政策 但贵州官员却一致认为 协计难以最终解决贵州的困难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 把乡邻泊州中最富饶的五私土地 划归贵州官员们所看重的 正是告狱状的那五私七姓的土地 杨硬龙实际的波州 经杨氏一族七百亿年的智力 已经极其富饶 堪称鱼女之相 仅田庄就有两百余处 年入粮食八百余万代 足够养活二百万人口 而当时波州人口还不足一百九十万 此外林厂 猎厂 牛羊厂 银厂 铅厂 冶炼厂 茶园 果园 鱼潭 菜园 兴罗齐部应有尽有 波州已经形成了农林序幕 手工业 采矿 冶炼 分工明确的庞大经济体系 与富饶的波州相比 贵州可说是一穷二白 对于波州的富饶 贵州官员十分眼红 自五四七姓告一状一事爆发后 贵州官员就开始 与五四七姓中的各中小吐司 相互串联 积极寻找杨应龙的把柄 而杨应龙偏偏就把把柄 送到了贵州官员的手中 原来对于五四七姓告一状一事 杨应龙非常恼火 碍于万历皇帝的训事 他没有对五四七姓报复 但总想找个初七的地方 时隔不久 杨应龙就借收复故土的名义 出动三万大军 向乡邻的永宁吐司 发起攻击 永宁与波州乡邻 自古就因边界土地问题 争战不休 但在朝廷的约束下 一直处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 但杨应龙这次出兵 显然越过了红尖 波州 贵州 永宁这三地 全崖交错 在波州与永宁的交战中 夹在中间的贵州各中小吐司 则大祸临头 很多人送了令 贵州官员十分恼火 屡次派使者警告杨应龙 但杨应龙却置之不理 甚至砸坏贵州使者绿车 折断车上代表贵州巡抚的旗帜 对于这样带有侮辱性的举动 贵州官员仍无可忍 加之一向窥视波州的富饶 于是贵州巡抚叶梦雄 与贵州巡抚陈孝 不与儿童上书弹劾 请朝廷制裁杨应龙 但是四川官员 却为何集体为杨应龙说好话呢 四川的巡抚 李花龙 就认为杨应龙 从来是服从朝廷的真调 带兵去真打杨纽沟 还有这个松潘 履立战功是有功之成 那么贵州方面控告杨应龙 是谋反的话是没有根据的 主张就是安抚的政策 原来杨应龙之前的数次奉调评判 多是与四川巡抚李化龙打交道 他的勇猛善战 给李化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正值防御松攀骑扰 于是便替杨应龙向朝廷求情 让杨应龙戴罪立功 同时还表示 杨应龙根本无可堪之罪 整个世界都是贵州小题大做 一方要求勘问杨应龙 另一方则认为杨应龙无可堪之罪 川贵两省的意见如此相左 甚至引发了朝廷的一场大辩论 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最高的决策统治者还是皇帝 皇帝听了以后也认为 这个波州需要安定 如果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安抚也就行了 公元1593年 杨应龙到重庆接受刊问 经过一番调查核实 就连一向同情他的李化龙 也大吃一惊 他甚至认为杨应龙不仅有罪 而且可以说是罪恶昭章 这样看来杨应龙似乎是再劫难逃了 可谁也没想到 万历皇帝却又一次下令 放了杨应龙 岂非怪事 在勘问杨应龙的前一年 也就是公元1592年 封臣秀吉发兵十五万侵犯朝鲜 两个月后朝鲜全境被占领 朝鲜国王李延向宗主国明朝求援 万历皇帝下令调天下精兵援朝 杨应龙受审期间朝鲜战事正极 杨应龙借此机会上奏朝廷 愿亲率五千波州军复朝讨窝 以立功赎罪 万历皇帝考虑国家正是用人之计 而波州军又确有战斗力 于是答应了杨应龙的请求 事情到这里有了一个重要转机 如果杨应龙真的率军复朝作战 成为抗窝元朝战场上的英雄 也未可知 但历史却再一次发生了转折 当杨应龙正在调动波州军准备出发的时候 消息传来 清朝的倭寇已被先期入朝的明军击溃 第一次抗窝战争结束了 这个是个转折点 他带兵准备出发的时候 朝廷的军队已经走了 走了就叫他 他的军队不要载 载到朝鲜去了 对于杨应龙来说 既然没有征波 自然也就无军功可供赎罪 恰在此时 远四川巡抚李化龙 升任河南部政司又参政 四川新来的都御使王继光则一反前任态度 提出要继续勘问杨应龙 但这时的杨应龙对一而再再而三的勘察早不耐烦 命人将使者轰了出去 鉴于杨应龙公然拒绝勘问 让一直倾向杨应龙的四川众官员脸上无光 非常恼火 于是四川都御使王继光 总兵刘长寺 分路出兵波州 准备强行拘捕杨应龙 事先得到消息的杨应龙 则在楼山关一带设下伏兵 趁官军不备突起掩杀 官军死伤过半 只得撤回 杨应龙此举使朝廷大受震动 激傲不逊 竟致武力抗命的程度 旧罪加新罪 可谓罪上加罪 对此朝廷不再姑息 准备出兵争奖 这一次川贵两省意见一致 倒是没人替杨应龙求情了 可在朝堂之上 却又引发了另一场大辩论 这又是为什么呢 杨氏一族的危机 迫在眉睫 而此时的朝中 再无人为杨氏一族辩护 刚刚经历了抗乌战争的冥王朝 能否平定杨氏一族之乱 这个统治波州地区 七百多年的家族 最终又将迎来 怎样的结局 敬请收看铁血星网路第六集